这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工程 负责这项修复工程的圣伯多禄大殿总督干贝蒂书基 1月11日在圣座新闻室如此说明了即将进行的圣伯多禄大殿华盖修复工程 他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为了2025新年而进行的华盖修复工程 这座巴洛克市的华盖高28.74公尺重63顿 被公认是历史上的巨大艺术杰作 预计工程将从2024年2月下旬持续到12月 紧接着是圣门的开启 这次修复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这顶华盖有十层楼那么高 庄严地矗立在教宗祭台上方 它是大殿的中心点 雄伟气派凸显了圣伯多禄墓穴所在地 圣伯多禄大殿就是奉献给这位圣宗徒的 根据初步调查显示 华盖的状况已经恶化 急需进行特别维护 华盖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深色的油污 甚至遮盖并破坏了原本表面的镀晶 尤其是在最上面 因为那里很少进行常规的维护 此外 华盖的青铜材质发生腐蚀变化 而且在华盖顶端与圣神鸽子浮雕处 有断裂和脱落的现象 另外由于每天有多达5万人参观大殿 湿度及温度的些微变化 对华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加速了变色、腐蚀、氧化 以及木质结构的膨胀 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进行维护 干贝迪书记强调 修复工作不会影响教宗 在大殿祭台上进行的礼仪庆典 特别是在圣州和复活节期间 这项修复工程预计耗资约70万欧元 约合新台币2400多万元 全部由哥伦布骑士团资助 这是一个由麦吉夫尼神父 于1882年创立的全球天主教兄弟会 哥伦布骑士团最高骑士凯利表示 很荣幸能以这种方式为教会服务 这不仅是历史和建筑的更新 也是再次展现骑士团的信仰 以及对教宗的支持 请的 sense this